空空中來讓人靠想尋一個願望 一聲含意 甜蜜指數破表 沒錯 演藝圈的大喜事 就是選在10月29號 32歲生日這一天 凌晨領婚了 穿著浮水綠禮服 大露美背整班了 當天也是她熟度和會恢復 林漁超一起公開面對鏡頭舞 各位美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漁超 很高興今天大家能夠來一起分享 我們的喜樂 我其實很緊張 沒有面對過那麼大的陣仗 那可是今天非常非常的高興 能夠取得一個美嬌娘 真的是太幸福了 謝謝大家 今天是我又是以來參加 目前為止最困難的一場記者會 我差點被吃了安眠藥 但後來還是有睡了 一切就通通忙忙 就還是走到現在這個階段吧 編隊上百位媒體的卡溫真仗 不只首次亮相的林漁超緊張到直發抖 平常見過不少大場面的林漁成 前一晚也失眠了 而兩個人緣分的起點 其實是林漁成了解的婚禮 擔任伴娘伴郎的林漁成和林漁超 老朋友再相逢拿出愛的火花 不過談到求婚過程 小倆口怎麼有點意見不合啊 其實是在紐約 我先去面試現在的學校的時候 我收回了 這一次蠻重心的 那我基本上就是在半年裡面 準備了花 然後跟妳服務生講好什麼事情 把這花送進來 那整個去年都對了 我就歸家了 那還好一切都很順暈了 你今天講好笑的東西 好笑的 就想要他們小亮口先討論一下 因為他們記憶有的時候不太一樣 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先討論一下 好笑的點 好笑的點就是 其實 講好是放在廁所 然後放在地上裡面 然後在店房的時候 給稍微整理一下 結果一打開門就放在 大辣辣就放在沙發上面 那就只好順著 然後就趕快回家 我還蠻意外 我完全沒有想到那一天 所以 他跪下的時候 我是有點狂張的 所以沒有馬上打正說yes嗎 唉 我想了好一下 但是我的問題 不是他怎麼會付出的 真的嗎 這場婚宴全在五星級飯店舉行 提開50桌 花費100萬 曾經擔任其汉河基金會 代言人的林奕辰 也一口氣訂了600盒 其他盒豐沛榜的喜餅 送給音客 結婚不忘做公益 讓外界大讚 人美 行也美 避掉了林奕辰 婚禮更是不談贊助 就連浪漫婚紗照 也在台灣拍攝 因為我覺得台灣 有很多地方很漂亮 所以 但是我們原本預定 拍的那一段時間是在 就是很早就訂好 但沒想到 碰到台風就來了 所以呢 我們人都訂好了 機票也訂好了 也不得不去 只好 原本想要去蘭嶼 先搭去墾丁 發現 欸 天氣挺好的 到蘭嶼 因為台風剛過 所有民宿退房 沒有被 幾乎沒有被任何人發現 所以他主要看見 會是蘭嶼的風光 兩個問題好不好 要生死 這也不是我想要的 這也不是我想要的 你關掉我的 你關掉我的那個 你關掉我的那個 我關掉我的那個 你關掉我的那個 你關掉我的那個 這自然也不是我想要 就可以了的 堪稱演藝圈模範生的 林奕辰 婚禮上也展現她的 好人緣 兵可陣容 超級豪華 尤其是過去 合作拍偶像劇的螢幕 前男友們 紛紛到場祝賀 你被笑稱是史上最強大的 前男友團 我包十萬塊 然後我還特別送了 卸妝的東西給她老公 對 希望以後那個 逸臣工作回去 我都可以幫她卸妝 那樣子 對 沒有用陳柏林的身份好了 就是祝她 幸運愉快 真的 然後少生會 祝她幸福 真的祝她幸福 我特別開心 特別特別開心 逸臣終於找到了一個 要演一輩子的角色 我相信你一定會幸福的 她一定會是一個 好太太 好媽媽 今天來到的 義成這個訂婚 我是非常非常感動 也非常的欣慰 不過和林義成一起合作 二作劇之吻的鄭元唱 卻因為在大陸湖南拍戲 而缺席 人雖然沒到場 不忘託導演徐有寧 送上十三萬一千四百元的大紅包 祝福林義成和林義超相伴一生一世 另外六月 范范也挺著肚子 來傳遞喜氣 希望他們不要太早生小孩 可以有多一點 大概一兩年的 兩人的共存時間 因為我覺得 義成從入行到現在 都沒有過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那好不容易結婚的話 就可以先家庭為重 帶一個小東西 想要送給義成 然後就是那個 我的那個好運 在這邊 然後就是 我有寫祝福的話 然後 對啊我覺得她是一個 真的那個 外表跟內在 都是真讚美的 所以希望可以把 我的好運氣也傳給她 這樣吧 義成是我們在圈內 認為公認是最棒的女孩 那她非常孝順 然後也很熱心公益 那也希望在熱心公益之餘呢 就在家還是盡量可以穿辣一點 這樣的話會增加一些 你知道互動 今天真的是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一定要來 其實我在拍MV 然後所有導演 跟所有的 團隊都在等我 所以我還是要把李金交給她 然後親自跟她祝福 擁抱她一下 我又要回去工作了 今天呢我覺得 我們是全家很開心的 只是小孩有點不解 我就說陳佑青要結婚了 然後小孩就說 是嫁給李大仁嗎 我說不是 小孩就說怎麼會這樣 所以她們還滿入戲的 就像桃子說的 兩屆金鐘以後 林怡辰過去演的角色 身直人心 如今又清潔要嫁人 婚宴上就出現這一幕 黑人陳建州 當眾強吻陳柏林 要好好安慰大仁哥 婚宴現場氣氛 嗨到爆 眾心雲雞 溫馨又熱鬧 也讓所有人感受到 林怡辰身格當人妻的喜悅 Let's go Let's ride